他第一天给学生上课 静视将家里的绳子 锤子等带到课堂上 当学生们疑惑不解纷纷上前时 老师突然告诉他们 随后让每个人写出 如果凶手拿到这样的工具会如何使用 原来女人是一名犯罪心理学老师 她将手里的交代扔给前排学生 女生只好按照老师的要求做 一道一道捆住同桌的手腕 紧接着老师又问大家 如果凶手用交代杀了人 那么她会如何处置这个作案工具呢 台下的学生众说纷纭 有的说丢掉 有的说烧掉 还有的说拿去粘其他东西 而刚当的女生却说 为何不留着下次杀人使用呢 因为在三十年前就有这样的凶手 她以丝袜为凶器 连续迫害多名年轻女生 当时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叫光浩 面对案件的一再发生 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她远远看着被害者家属 还有那一岁多的孩子 这样的悲情状况 让光浩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无比自责 她没有把检察官当成工作 而是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戾气 如果戾气顿了 要如何解决民众的烦恼 深陷愧疚漩涡的光浩不能自拔 这时善良的妻子走来 她用无声的爱去鼓励她 相信她一定会成功的 果然在凶手犯下第五起命案时 光浩发现一处一点 死者的脚跟处有六个黑点 于是她立刻找到试检员 问她之前的死者脚跟处 有没有黑点的标志 在比对之前的报告后 他们得出一个规律 凶手会在每个受害者脚跟处 用黑点的方式递增地进行统计 所以他们肯定这是一起连环案 可奇怪的是 凶手为什么在第五位受害者身上 标志出六个黑点而不是对应的五个 于是光浩推断 或许真正的第五位受害者 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 便安排大批警卫开始搜索 同时又对凶手的作案分布进行研究 光浩发现分布地段都在一个村庄附近 于是她带着小跟班摸底排查 在一个女学生口中得知 村里面有个奇怪的人 喜欢掩埋活狗 按着女生的指路他们来到男人家 在后院空地里光浩发现了被埋的狗 而做出这些事情的人 竟是一名高中生 但由于男生有不在场证据 无法判定他就是杀人犯 只能无奈目送男生离开 为了找出凶手 光浩独自一人走进案发时的隧道 想着每个被害者 都是在晚上的七到十一点被害 光浩想着是否能洽遇凶手作案 结果竟真让他发现了凶手 可惜在追捕过程中 被凶手用砖头敲晕 迷里呼呼的光浩 也未能看清凶手的面孔 而当自己再次醒来 亮亮呛呛走出隧道 后面竟长满了藤蔓 此时的光浩还不知道 发现自己的位置坐着一个陌生人 对方还声称是一名检察官 然而在这里工作十年的光浩 自然认为是他在说谎 毫不客气靠住了他 这时一旁的传真机发来一份报告 光浩拿起一看是一份调职链 而将要调到这边工作的人 竟和自己的名字一模一样 此刻的光浩没有太过在意 到了第二天早上 警局走进来三四个人 但都不是光浩认识的搭档 以为是来这里报案的 随后他解开扇载的手套 憋了一晚气的扇载推开光浩 又询问他到底是谁 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认为他就是那个调来的新人 然而年长的组长 在面对光浩的长相后 内心陷入疑惑 于是他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合影中光浩竟然也在里面 原来组长正是三十年前 待在光浩身边的小跟班全智盛 此时走出警局的光浩 在面对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内心无法言喻 一心想着赶紧回家见妻子 可走到巷子的尽头 当初温馨的小家 如今变成了车水马龙的车道 他这才想到自己可能穿越了 无助的他坐在路边 突然他想到那个隧道 或许重新通过隧道就可以穿越回去 于是他打车来到这边 但尝试好几次后 依然停留在2016年的今天 与此同时 在1986年的时空 大家因为光浩的突然消失开始搜寻 结果在隧道内发现了带写的石头 韩岩书以为光浩遭遇不测 当场昏厥过去 等自己醒来 医生告诉他怀孕了 面对这样的喜讯 严书却开心不起来 他一心想着丈夫光浩的生死 于是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结果发现自己送给丈夫的口哨 这一刻绝望涌入心头 严书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悲痛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见光浩的声音 可惜平行世界的两人 让他们无法相见 为了找寻回去的方法 他只好假扮这个世界的光浩 来到警局 全组长给大家介绍搭档 女人叫韩在一世一名犯罪学心理师 而就在这时 他们接到一起截至命案 案发现场暂时只发现了一条腿 此时光浩意外发现 被害者脚跟竟然有五个黑点 是他们三十年前 没能找到的第五位受害者 于是光浩猜想 肯定是被害者在三十年前 侥幸逃过一劫 难怪当时权力搜索都没有找到 这个男人将手靠近女人的鼻子 确认女人已经死后 便在他脚跟处留下五个黑点 因为这是他杀的第五个人 然而当男人走后不久 死去的女人 竟奇迹活了过来 结果三十年后的今天 后山森林却发现了女人的尸体 此刻的光浩才意识到 自己为何会穿越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可能就是为了抓到这个凶手 为了达成这个契机 光浩找到善仔 提醒他死者脚跟处的黑点 就是当年连环命案 侥幸活下来的第五人 想要确认死者的身份 就要把年龄定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 并且是外来搬迁人口 然而光浩讲的这个案情 善仔包括其他人根本不知情 于是他并没有采纳光浩的意见 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筛选 将二十岁以上失踪女性作为怀疑对象 结果不言而喻 DNA筛选出无意人和死者匹配 眼看大家指望不上 光浩只好自己着手开始调查 他先是来到人口登记处 要到近几年搬迁到这一带的名单 并筛选出四十五到五十五岁的人选 随后挨个进行排除 可最后都没有结果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 红型的司机一句玩笑话 让光浩毛色顿开 他立刻来到人口登记处 从筛选的名单中找到 有个女人在三十年前进行了改名 这无疑就是被害者 很快光浩来到女人家中 取出女人使用的日用品 不久法医将匹配结果告诉了全组长 DNA和死者相符 这也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可全组长越来越对光浩的行为起新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 关于三十年前的连环命案 随后光浩和善仔 开始调查被害者的详细信息 善仔找到了女人被害前的视频 光浩从邻居口中得知 女人在工厂上班时 有个员工喜欢他 于是他们找到工厂大叔 并从男人口中了解到 女人一年前刚离婚 他还曾在旅社门口 看见女人和一个男人说话 而且那男人还喊了女人叫英子 所以他感觉很奇怪 这并不是女人的名字 可惜他并没有看清男人长什么样 鉴于这样的答复 光浩和善仔认为 既然知道女人之前的名字 那么很有可能 视频里的人是他的前夫 于是他们抓来男人进行审讯 没想到男人说 自己根本不知道前妻被害的事情 而且也不清楚他原名叫英子 案情再一次进入冰点 就在这时身为犯罪心理学的在一 打电话告诉善仔 经过他对被害者视频的观察 他发现和女人同行的男人 并非有预谋的想杀他 如果带着工具威胁女人 那么就应该放在更靠近女人的右口袋 相反总是把左手放在口袋里 肯定是出于一种自卑感 也许他的左手有残疾或烫伤 这时善仔突然想到 工厂那个大叔就一直把左手放在口袋里 于是调出大叔的居住信息 发现和被害者是同乡 说明大叔之前在撒谎 被抓捕后的大叔交代了事情连勇 原来当天晚上的人正是自己 由于女人看不起他试的残疾 不但拒绝了自己的表白 还言语羞辱 于是大叔就起了杀心 将女人骗到小巷内完成破案 心想着案情告一段落 光浩开心地走进隧道 可怎么也触发不了这个开关 无奈的他 只好寻找这个时空的妻子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警察无此人 根本没有妻子的信息 而这一举动 竟被怀疑他的圣旨看在眼里 于是等光浩离开后 他询问女人刚刚那个男人问了什么 此时的光浩还在想 要不要请成侄帮忙 可又在犹豫谁会相信穿越的事情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圣旨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还没等光浩解释 圣旨一把抱住他 对于光浩来说只是两三天未见 但对于三十年后的圣旨 真的是久违的相逢 随后光浩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圣旨 可要怎么穿越回去 他现在也不清楚 但有一点很可疑 那就是在自己穿越来这边后 本该调到这边的小光浩 为何会突然消失 为了弄清状况 光浩让圣旨暗中调查小光浩的行踪 以及寻找自己的妻子 可结果圣旨动用内部人员调查后 得出的结果依然是查无此人 为了不让光浩担心 他只好撒谎说很快就能找到 随后光浩来到小光浩之前的单位 本想问出点什么 结果对方也不清楚人去哪里了 只有几张罚单需要不缴 于是递给光浩让他转交给他 而就在光浩查看罚单时 他惊奇地看见上面的车牌号 竟是自己刚穿越来时 差点撞到自己的车子 光浩找到圣旨 将小光浩的信息和车牌交给他 隔天两人在讨论小光浩的事情时 圣旨忘记扇仔就在旁边 口里喊着朴长官等等我 这让扇仔对光浩产生了好奇 来到他的座位翻看抽屉 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这时全圣旨组长的电话响起 扇仔便拿起接听 这让扇仔更加疑惑 为何光浩要寻找自己的车子 于是他按照地址来到这里 显然车子发生过大事故 被遗弃在这里很久了 随后扇仔又在周围进行勘查 竟意外发现一具尸体 从死者身上搜出一个挂牌 上面竟显示朴光浩3的大字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扇仔继续在周围寻找证据 发现地上掉落的驾驶证 无意死去的小光浩才是真的 难道小光浩真的是被认识的光浩杀的 但想到他们也在寻找车子的行踪 于是扇仔放下报案的念想 请求如老师般的法医前来 将尸体放到停尸房 并没有告诉法医死者的身份 等自己调查清楚缘由再将事情公布 而另一边的光浩 正拿着圣纸给自己买的手机 打给1986年的妻子 虽然时隔遥远的时空 彼此无法听见对方的声音 但思念双方的心 犹如天上的星星坠入人间 无比闪亮纯粹 隔天法医告诉善仔 死者脖子有明显掐痕 所以很肯定是他杀 于是他谎称有人要偷自己的车 并让技术员对副驾驶进行指纹采集 而这个位置到目前只有光浩坐过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光浩的指纹竟然没有登记过 这让善仔更加想要一探究竟 便来到光浩住的地方 发现门并没有关 在里面他看见一封调职令 和小光浩车子的超速罚单 以及从水亭派出所寄来的个人物品 这让善仔更加误会身边的这个光浩 紧接着他又来到水亭派出所 打算从这里了解更多小光浩的事情 没想到竟遇到了同样前来的光浩 此时的光浩内心慌得一批 他们只好先将善仔拉出去解释 面对善仔的质问 甚至不知如何作答 于是光浩撒谎说 自己的车子丢了 听说有人冒充自己的身份 所以才过来看看 然而面对这样的解释 明知道的善仔并没有拆穿 而是打算将计就计 看看他们到底想调查什么 随后善仔夺走光浩手中的单子 是一份小光浩的通话记录 这一连窜的奇葩行为 让善仔更加疑惑 伪造别人身份还要去找到对方 带着疑惑隔天善仔来到光浩家门口 不顾光浩的推托 就是要和他一起调查 没想到在调查中 光浩得知眼前这个男人 竟是三十年前隧道被害女人的弟弟 而小光浩也因为调查这个案件 至今下落不明 而听得云里雾里的善仔 却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在谈什么 只知道是关于三十年前的案子 那也正是自己母亲被害的事件 而自己当上检察官 就是为了找到杀害母亲的凶手 当时被他认定的人是郑浩龙 在审讯时 他也说过关于某个不为人知的案件 此时赶回来的光浩 正好遇到有个警员来找圣职 告诉他已经查到车子的具体位置 于是光浩便急忙赶往 恰巧被回来的善仔看见 他跟随光浩的路线来到案发现场 并拿出小光浩的驾驶证 说他才是假冒嫖光浩身份的人 面对小光浩的死讯 光浩问他尸体在哪 而此刻善仔却以假冒罪等将他逮捕 面对光浩滑稽的解释 善仔根本听不进去 他将光浩带回警局 圣职却告诉他不是他想的那样 便拿出一张照片来证明 眼前的光浩就是穿越来的 为了让善仔相信光浩真的是穿越者 他想尽办法解释说 你可以去查光浩的指纹 肯定没有记录 而这在之前已经被善仔验证了 面对穿越这种荒唐的事情 一时让他无法接受 可就在这时善仔的父亲 因为打不通他的电话找来警局 没想到面对光浩的那一刻 这是光浩才看出 原来他就是当年被害者的丈夫 而善仔就是当年他抱过的男孩 为了不节外生枝 圣职赶紧打住他们的对话 随后带着他离开现场 而父亲的这些话 也让善仔相信光浩就是穿越者 紧接着光浩带着善仔 来到自己穿越过来的隧道 并说出自己就是 当年负责连环案的警探 所以当时 对脚后跟有黑点的案子才那么清楚 并说小光浩被害 肯定是调查到了这起案件的真相 所以才会被凶手杀害 谈到了30年前的案子和母亲有关 善仔认为凶手肯定是郑浩荣 于是隔天 他带着光浩来到郑浩荣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时光浩才意识到 原来他就是当年被怀疑的嫌疑犯 随后前来的在一 将自己最近调查的资料告诉他们 他发现郑浩荣选择的目标 都是在20岁左右女性 并且每个被害者都是穿的裙子 又辛苦找到 一桩1985年的案件做对比 于是他猜测郑浩荣初次犯案 可能是在30年前 一连串的信息 都指向了郑浩荣就是当年的连环案凶手 然而就在准备调查前 光浩在一场失火现场 发现了妻子和店主的合照 激动的他赶紧告诉圣旨 随后两人开始找寻严书 他们先问了这家店主 店主说严书好像和别人在婚了 光浩听后一时无法接受 但在圣旨的安抚下 他们还是找到了那个男人 在询问下得知 男人确实向严书表白过 可被严书拒绝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但之前好像在不远处的一档工作 随后两人来到这里 却被告知24年前 严书出车祸去世了 留下一个女儿最后被人领养 面对跨越时空的噩耗 光浩整个人开始消沉下去 哪怕凶手再次犯案 此刻的光浩也无心追查 看着几天不来的光浩 善仔询问了圣旨 圣旨把光浩妻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 无法坐视不管的善仔来到光浩家 看着颓废的他坐在那里 如果你想改变这样的结果 那么就赶快抓住凶手 回到你那个1986年 然后改变即将发生的未来 他带上母亲留给自己的口哨 人生第一次打扮得漂漂亮亮 竟然是去送死 随后在一开车来到偏僻的荒野 独自一人走在昏暗的小道上 这是一辆车从身后慢慢驶来 随后停在他的旁边 在一屏住呼吸惶恐不安 他慢慢转头看向司机 此时在一才放下戒备 让司机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 原来正是凶手郑浩荣 他拿来丝袜准备绑住在一 这时昏迷的在一苏醒过来 他一脚踢开凶手 然后拼命地逃跑 可没跑多远在杂草红中摔倒 面对手道擒来的猎物 郑浩荣没有及时上前 而是欣赏猎物的绝望 此时的在一响起胸前的那枚口哨 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 拿起口哨用力吹响 没想到被附近的光浩听见 而光浩之所以会在这里 正是因为在一再来这里前 发布了一则心理访谈 他很肯定地说 凶手下次作案一定在这个位置 于是得知情况的光浩他们 按着位置赶来这里 在生死存亡之际 光浩按着口哨声音的方向赶来 成功救下危在旦夕的在一 他赶紧解开脖子上的丝袜 此时不远处的扇载也赶到现场 而就在这时 光浩发现了在一脖子上的口哨 这枚口哨正是当年 妻子送给自己的难美 他瞬间意识到 在一或许就是自己要找的女儿 傻呀肯定是你女儿啊 要不怎么知道遇到危险吹口哨 随后光浩将在一送往医院 而郑浩荣也在在一的挑衅下被抓 忙完案情的扇载也赶来医院 得知光浩已经知道 在一就是他的女儿 但他并不想现在和女儿相认 为了早日将凶手绳之以法 刚刚恢复意识的在一 就准备让扇载给自己露口供 可光浩却担心女儿现在的身体 希望他等休息好了再露 然而倔强地在一一刻也不想等 要证明郑浩荣就是凶手 在叙述过程中 哪怕在强大的心理师 也抵挡不住死亡的恐惧 眼看在一开始失去理性 善在赶紧上前慢慢安抚 而就在大家都以为 郑浩荣就是三十年前连环案凶手时 周璇在他们身边的法医 却露出了不懈的表情 他是个沉寂三十年的连环案凶手 凭借聪明的头脑 成为赫赫有名的法医 却因为有人模仿他的作案手法 误以为他就是连环案凶手 这让法医无法容忍 于是在验尸过程中 特意提醒他们凶手可能不是一个人 但没人相信他 为了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当天晚上就谋害了一名女性 等到光浩他们来到现场 法医也满怀期待的感来 首先就是亮出自己的杰作黑点 证明这和前几起案子不一样 然而光浩他们还是坚信 凶手肯定就是郑浩荣 于是之后因为在一的涉嫌 将他捉拿归案 等他们搜寻另外几起案件的证据时 狡猾的法医再次提醒 点在脚后跟的黑点 经过化验里面含有华石粉 这种东西已经被国家禁用十几年了 所以基本没人用 法医也没隐瞒地说或许是钢底 之后法医又问善仔 为什么那么执着于郑浩荣 此时的善仔才告诉他 因为三十年前自己的母亲是被他害的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法医才是当年连环案凶手 所以他的母亲是被法医害的 为了尽快让郑浩荣承认三十年前的案件 善仔拿出一张照片 说这是他的母亲 郑浩荣那一刻有点惊讶 随后说出了案发地点 以及他母亲当天的穿着 可却说凶手不是他 眼看郑浩荣不承认 于是光浩也摊牌了 此刻的他回想起三十年前的事情 而那个询问自己的探员 竟然和眼前的光浩一模一样 他吓得赶紧躲开 可当光浩说到黑点记号时 郑浩荣有点不明白 看着他那真实的表情 光浩也意识到他不是三十年前的凶手 随后光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 尤其是扇仔还坚信是他撒谎 可凭借几十年的办案经验 光浩确信郑浩荣的眼神没有说谎 眼下是他为什么知道 三十年前十八区的案发经过 和被害者当天穿的衣服 扇仔电话告诉了法医 说郑浩荣可能是目击者 凶手另有其人 正当法医询问看到什么事 那边传来郑浩荣认罪的消息 原来刚刚他的母亲来见他 对他多年的作为很失望 而母亲就是郑浩荣的软肋 所以一气之下承认了一切 可此时得知郑浩荣是目击者的法医 却担心起来 害怕他也看见了自己的仰望 赫赫有名的法医来见凶手 没想到对方却说他才是杀人犯 原来郑浩荣目击到了三十年前 法医杀害善在母亲的画面 面对他的挑衅 法医根本不在乎 还说以他现在的罪行 基本这辈子也别想出来了 到时候会被关在狭小的禁闭 这让本就从小受过心伤的郑浩荣 立刻回忆起 当年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处境 于是事后他选择了自杀 当光浩他们得知消息赶来 预警说郑浩荣留下一个纸条 留言一定交给光浩 而纸条的内容是一个单词 随后善仔把郑浩荣的死告诉了法医 法医早知道结果并不惊讶 而是询问 是怎么发现郑浩荣是目击者的 法医很震惊 随后善仔又说 在之前的审讯中光浩发现 郑浩荣根本不会抽烟 而且在血茧中也得出 他这辈子一支烟都没抽过 此时法医疑惑地问 那光浩怎么会知道那个凶手 在隧道里抽烟呢 事情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这时善仔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此时光浩正好进了找善仔 面对面的那一刻 法医才回想起那一碗的事情 他断定那个警探就是光浩 由于郑浩荣的死 上面解散了调查小组 对之前的案子全部结案 没有办法的光浩他们只能秘密进行 在研究郑浩荣留下的单词时 光浩突然想到可能是受洗面 于是带着这种想法 他们探访了1986前存在的天主教堂 并从中发现有个男人曾经用过 可询问后才知道不是他 隔天预警从验尸报告中得出 郑浩荣属于自杀 还拿出当天有人探访他的记录 探访的人竟是法医 这让两人瞬间产生了疑惑 他们很快找到法医询问原因 法医早就做好了准备 自己只是确认当时的判断 看来他推断凶手另有其人是对的 已经对法医起一新的光号 开始调查他 他想到法医身上的钢笔 上面的字好像就是那个单词 于是又查询了他的居住地 发现法医三十年前也在华阳区生活 那里正是连环案所在 顿时法医之前的举动串联在一起 随后光浩来到法医的办公室 从白大挂上找到那只钢笔 上面的单词正是郑浩荣留下的线索 就在这时法医打来电话 紧接着法医约他去隧道见面 而且只能他一个人来 或者就会对在一和善在动手 面对家人被威胁 光浩带着愤怒走进隧道 此时的法医已经等候多时 双方见面 光浩承认自己是穿越来的 法医也承认了小光浩是他害的 三十年前的事情都是他做的 面对真相大白 光浩再也无法忍受 然而就在势均力敌之时 他突然又穿越了 三十岁的女人 被告知有个二十九岁的父亲 这让在一一时无法接受 直到善在说出他身上口哨的来历 准备离开的在一才继续听下去 因为这件事情没人知道 随后善在又说 光浩是未来穿越的人 他正是你的父亲 从未得到父爱的在一来到光浩家门口 他拨通了光浩的电话 却提醒关机状态 隔天察觉光浩彻夜未归的在一 赶紧联系了善在 他们才意识到光浩可能出事了 殊不知此时的他因为捉拿法医 再一次穿越回1986年 梦寐以求地想要回来 他第一时间赶回家见妻子 苦等几个月的严淑 掩盖不住内心的委屈 两人相拥在一起抱头痛苦 光浩说了他消失的原因 在2016年他见到了他们的女儿 还有那个时代 大家联系都很方便 有个比手掌还小的手机 虽然妻子有点不太相信 但还是很好奇地听着他的诉说 随后又拿出带回来的物证钢笔 让妻子保管好放进上衣口袋 此时的法医回到办公室 也发现了钢笔不见了 经过细细想去 他才知道可能被光浩拿走了 而从2016年回来的光浩 有了重大线索 他先来到曾经的警局 如之前盛职说的 自己消失后不久办案组就解散了 此时正好碰见吴记者 吴记者有点慌 不敢相信传言光浩已经死了 为什么几个月后好好地出现 没等他多想 光浩请求他帮忙 找到年少时的法医 而在2016年的这边 大家也在紧急寻找光浩的下落 通过查询通讯记录 发现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晚上9点钟 而定位到手机的位置是在一个湖中 所以肯定手机是被丢弃的 而湖的位置离隧道很近 盛职打算带善哉前去 可在一想要一起 于是善哉说出了在一也已经知道 更是把盛职早就认识光浩 同样告诉了在一 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时组员打来电话 告诉盛职监控发现 光浩消失前去过华阳医院 善哉很奇怪他为什么去哪里 因为那边认识的人只有法医 带着好奇善哉查看了昨天的监控 光浩在和一名警员讨论什么 于是善哉找到那名警员 警员告诉他光浩在调查法医 让他查1986年法医的居住地 回来的善哉 正好碰见法医莫名来办案子 竟是询问光浩的事情 这让善哉越发对他起义 随后他收到法医30年前的居住地址 竟是连环案区域 晚上他找到在一想要安慰他 刚得知父亲的事情 结果光浩就消失了 没想到他们的谈话 被暗中的法医听见 在一将今天见法医时 讨论连环案的事情告诉他 法医认为凶手的作案手法不同 一个是一次勒住脖子到被害者窒息 而另一个凶手是多次勒住脖子 听到在一关于勒的次数 善哉突然想起 当时法医好像也对自己说过 于是他找到一名女法医 问关于勒痕的事情 没想到女法医说 勒痕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是凶手本人 一时间法医是凶手的念头 让善在意识无法接受 而另一边的光浩 也通过无记者找到年少时法医的家 两人在院子口碰面 少年法医认出了光浩赶紧逃跑 他向隧道方向跑去 光浩害怕再次穿越 想方设法去阻止 可最后还是让他跑进隧道内 追赶的光浩在即将抓住那一刻 时空穿越再次启动 为了尽快回到过去 光浩想到作为物证的钢笔 可这时才发现 钢笔放在了1986年的家里 于是重新回来的光浩回到警局 将大家召集过来 没想到在意也跟着来到这边 此时的光浩才知道 善仔把他的事情告诉了在意 面对妇女重逢 看似坚强的在意 也小鸟一人般错拥在父亲怀里 而在遥远的1986年 妻子言书再一次苦等光浩回家 随后光浩告诉他们 凶手就是法医 没想到他们已经知道 而现在唯一的物证钢笔 被放在了过去 如果钢笔还在手上 那么就可以通过DNA检测 从上面提取被害者的信息 来证明法医就是凶手 为了不让法医再去害人 他们先找到法医 此时的他正悠然自得地闲聊 光浩上前踢翻台子 随后善哉将他靠住 在审讯前 他们打算从钢笔下文章 毕竟丢掉钢笔的法医 肯定也害怕 谁料当光浩提到钢笔时 法医故作镇定 让他们去做检测 死活不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面对法医这样的表态 光浩他们也无计可施 不久厅长得知 无理由扣押法医 他怒气冲冲训斥了大家 而后亲自将法医送出牢房 可就是这一错误举动 法医当晚就发起了挑衅 再一次残害了一名少女 面对受害者的不幸 光浩急埋怨又悲愤 带着满腔怒火来到法医面前 无法压制的拳头狠狠垂向法医 更是失去理智 打算就这样把他掐死 来告慰那些无辜受害者 好在被安保人员及时制止 随后又对着善哉说 如果怀疑我就是凶手 那么就找出证据 又丢给善哉一个像妻子 另一边授课的在一 突然脑海蒙现出一段记忆 原来光浩留下的钢笔 也敢写了在一童年的回忆 他赶紧联系了光浩 把记忆中出现钢笔的事情告诉他 光浩迫切地问女儿 那么钢笔放在哪里 没想到在一暂时只有这些回忆 还不清楚钢笔最后的下落 于是为了慢慢捕捉出童年记忆 在一向院长查看小时的相册 每一张照片都有着不同记忆 直到看见一张自己抱着娃娃的照片 在一脑海再一次出现被改写的记忆 此刻他终于知道 那只钢笔被放在什么地方 他第一时间将事情告诉光浩 准备去取回钢笔 而就在这时法医却突然出现 原来法医之所以知道钢笔的事情 是因为给扇仔的象棋内 安装了窃听器 他偷听到光浩和扇仔的对话 说在一知道钢笔的下落 于是便找到了在一 不久来找他的父亲 发现了掉在地上的手机 此时光浩意识到女儿被法医抓走了 于是他们赶紧调取监控 发现40分钟前已经经过收费站离开了 谁料此时的法医路上遇到爆胎 于是他叫了一名修车师傅 修好车的师傅准备离开 却听见后备箱有声音 原来是在一再呼救 便想靠近查看 而这让法医起了杀心 就在他准备动手时 师傅的手机响了催他快点来修车 就这样师傅捡回一条命 而在一就没那么好运 为了让他保持安静 法医给他注射了麻醉剂 另一边通过调查路线时段 他们挨个联系 意外联系到那名修车师傅 从他口中了解到法医的大致下落 于是全员行动进行搜寻 暗处的法医时刻观察 等他们离开后 法医开始让在一交出钢笔 威逼胁迫下 在一打通了国外的朋友 告诉了他钢笔的位置 让他寄快递到学校 事后朋友疑惑在一根本没有东西在这 便联系了善仔 得知情况的他们 知道肯定是在一再拖延时间 于是他们开始布局 准备快递三天后到的那一刻抓他 而在一看到墙上的话 便开始对法医进行心理攻破 说他之所以挑穿裙子的女人下手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是个陪酒女 整日穿着裙子待在外面 把年幼的他放在家里 日积月累的怨恨 让他开始仇恨母亲 于是便把目标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紧接着又说他其实和郑浩龙一样 根本就是没有理由的杀人 戳中痛点的法医跑出门外 很快到了第三天 光耗他们等待法医前来签收快递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法医事先安排人带签收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偷听到了他们的计划 法医打开盒子 翻开书本发现根本不是他的钢底 而此刻善仔也意识到了那枚象棋 将他拆卸下来后 里面装着窃听器 原来所有计划都被法医听见了 光耗来到女儿房间 看见桌子上的录音器 里面是在一调查法医年少时的记录 和母亲居住的地方 于是光耗带着大家来到居住地 察觉不妙的法医带着在一离开 光耗他们也紧追其后 在一在这一刻开车门逃了下来 稍作休息后 再一将那只钢笔取出交给了父亲 随后对钢笔进行DNA比对 不久便得出结果 血迹符合近期被害者身份 以及法医的指纹 而三十年前的案件太久 已经无法提取出被害者的DNA 再一则来到法医和母亲居住的房间 在里面找到他写的笔记 经过阅读发现 法医在乎那只钢笔的原因 只是因为是他母亲送的 等他回到家 忽然察觉房间有人 正准备逃跑结果被法医一本抓住 而就在此刻光耗他们突然出现 成功将法医制服 原来知道法医在乎钢笔后 他们便开始了这次布局 也通过审讯得知 法医之所以杀害善哉的母亲 仅仅是因为他对别人微笑 最终案件告一段落 光耗也和大家做了离别前的聚餐 随后来到女儿这边 像得老父亲一样唠叨他 女儿又和他进行了合照做纪念 两人面带微笑 可当离别之时 走进隧道光耗成功回到1986年 他还是那个热血警探 抓捕犯人的本质更是救死扶伤 没想到路边孕妇早产 而出生的小孩母亲 因为光耗的大酒 便给孩子取名为朴光耗 正是那个小光耗 失去母亲的善灾 时常来光耗家 陪着小延好 一起长大 我这就有点免质的小孩 我这就会想到达了 我这就会想到达了 我会想到达了 小爱子 那其实是他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